1,2,3 慢慢走 你乱走的吧,你们 没错啊 这个神台在这边 转转的局在流淡的局上 我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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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What's up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样今天这一集呢 就是要拍给你们看我的家乡 怎样度过这个新年啊 OK今天也是星期六 也是大年三十了 这样这个视频这次的Vlog是非常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家乡这间家呢 也是决定了要拿去卖掉了 是conform卖掉了 6月 今年6月也是要交给新的owner了 所以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拍摄我的家乡 跟我的home town的家是怎么样了 OK so希望这样的video你们会喜欢 在这边也是祝大家 突年行大运 共同豪宅新年快乐 这样废话也不多说 来 let's go OK 这样现在呢 就是拍给你们看我的家的 是长这个样子的啦 OK 然后这边就是 有一个garden 然后这些树啊就是比较自然生长的啦 牡丹树 然后后面那些呢是 那种榴莲树啦 牡山王都有啊这边 这样其实我这间家呢就是 已经是有一百人历史了 他这些呢全部都是比较 硬格式的 以前我 外婆那边他是跟那种 打仗时期啊那边啊他们是用以前用 以前的3000块来买下来罢了啦 所以以前的3000块等于这边是很大了OK 然后 然后这边也是有岩一个四面佛啦 四面佛啦 四面佛啦 这个我爸爸 这个我爸爸 这样我的车也是在这边 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边呢就是 叫 圣美兰的拥寄新村 Negre Sembilan 叫做 是华人新村 然后后面这边呢就是 那种 然后整体来讲 是非常大的这边的地 然后对面那边呢 现在是空到晚了嘛 可能那边是有种白的 然后现在人家 就是拿来做发展 发展商已经是买到那边 然后本来这边 这个Baga呢 是包外面的 我们这边住了60年了 才中一封律师 是因为讲我们霸占了 这边也是差不多70年 After that 为了settle 我们就腿下来这边呢 比较小一点 然后这边是比较大的 在后面 这边就是 Cup Park Parking 然后这也是 After 装修的啦 之前 以前我们住的时候 是没有的 然后现在 带你们看一下 要记录一下里面 for一个memory啦 毕竟 这间家也是要卖了 OK 好 这边就是厨房 然后这边也是自然生长的这些 OK 我们叫榴莲树啦 我们看一下 很高很大的 全部是nature的这边 这边就是有一个 小小个的kitchen啦 是否早上啊 我们吃东西啊 那些啊 全部就这样 客厅就是这样比较隐私一种的啦 然后这些很多这些画呢 其实我妈妈弟弟就是我舅舅画的 OK 这些画曾经也是有在那个 Finding的那个吉乐寺那边 拍卖的啦以前 不过现在吉乐寺 上次经过了那次火灾过后就 很多画就没有了啦 其实是我的舅舅那边画的 OK 这个神台在这边 好 这边就是以前我销的时候是在这边 做功课跟电脑的东西啦 OK 这样我妈妈呢 本身也是一个裁缝啦 这间 这间房间呢就是我妈妈的那个 OK 裁缝 的那种 accessory啊 东西咯 OK 很大间啊 这间家这里 这些就是房间咯 OK 然后这些是后期去装修的 就是一个比较 chill的一点的 装修啦 酒吧 就是讲这样的咯 所以这里看出去呢就是这样的 OK OK 然后这边就是房间 OK OK 房间就是长这样的样子 然后这边是二房 本来这一间房呢是 给你们看一下本来这间房呢是整间的啦 然后 然后 为了节省空间呢我们上面就 做一幅那个墙这样 OK 就变成两间房间咯 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 这一间房间整间没有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大间 还有 还有 后面这边就是 toilet咯 OK 然后这边就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咯 就是长这个样子 也是要记录一下啦 OK 这个视频呢不是要show off 这样讲我家有几大间还是怎么样啦 只是毕竟 这间家已经是卖了的 只是记录一下我的生活啦 所以喜欢你们也是喜欢 OK 来 现在整间家也是记录完了 so现在呢我就是要用ron 给你们看一下整间家的一个画面啦 OK so来我们let's go